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去過旅行,很想念出國度假可以遠離煩惱、放低壓力的感覺 既然不能出國的話,不如我們試試找個週末 然後幫自己製造一個度假式的晚上,一起試試吧 我們試試將燈光慢慢調暗,播放一些很舒服的音樂 然後把氛圍變得很輕鬆 嗅覺是直接可以喚醒記憶的感官 所以香薰蠟燭在度假風裡是一個不能缺少的元素 這一款是Craft Tree & Evelyn的Sundar蠟燭 它的味道就像進了花園一樣,清新得來有一點點花香 因為裡面加了薑花,所以嗅起來整個人都會很舒服很放鬆 嗅著香薰蠟燭的香味,令整個人心境都很平和 如果不用的時候,我們可以關上蓋子 令蠟燭的香味更長 經過一天的活動,當然要洗澡,消除疲勞 想皮膚摸下去,柔軟滑一點 就可以在洗澡後,塗上身體液 夏天我會選擇質地比較清爽,容易吸收 這一款Craft Tree & Evelyn的油膚緊致身體,潤膚瘀液 裡面還有蘋果果酸,有助去角質 經常穿背心短褲,不怕皮膚看下去很暗沉 塗完後,整個人香噴噴噴 身體的部分完成後,就到臉了 其實在家裡可以很簡單做到臉部去水腫的護理 首先我們做平時的Skin Care Step 就是拍了Toner,塗消精華 之後就不要塗霜霜,我們用臉部專用的油 最近買了這支台灣牌子綠藤新肌的綠色海洋精華油 我看它的質地不會太厚,但又不會很快吸收 我們把整塊臉和頸一起塗 然後我會用牛骨板 然後沿著這個梳位向上推 我會推大約20下左右 反方向我們用這個位置 就在眼周上向上推 其實這個過程是不會痛的 你會覺得很舒服 有那種真的被人按臉的感覺 然後就用尖這個位置 我們去按下太陽穴 然後耳朵後面的穴道 然後沿著頸這裡 一直到鎖骨的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淋巴位 全部都是可以用來排毒的作用去水腫了 其實這個牛骨板 我是在12元店買到 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多些做這些按摩 除了可以幫身體排毒去水腫之外 臉色都可以沒那麼暗沉的 好 臉部都按完 我們就到頭髮護理了 我現在用這支 就是Catry & Aponet 他們的Falling Star 潤膚護髮精華油 很特別的 它皮膚和頭髮都可以用的 你看到它這麼水 它一點都不會令整個頭很黏 但是滋潤度很高的一個護髮油 我塗在頭上之後 我就會剩下一些在手指上 開始按頭的 不知道大家出去按摩的時候 最喜歡哪一部分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你做完整個護理 最後他們會按頭一部分 其實你只要用三隻手指 塗完護髮油 剩下一些護髮油 就可以從額頭開始 慢慢按到頭頂 還有後面枕和頸中間的凹位 都是按一按十多秒左右 整個人就已經舒服了 鬆了 既然第二天不用早起床 我就會想有多一點me time 沖一壺花茶 我本書看下放下電話 度過一個輕鬆忘憂的晚上 聞著剛剛用過那些產品的香味 就好像暫時去了一趟短途的度假 recharge自己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天這個分享 這次又有觀眾購物優惠了 由現在開始去到6月28號 在Crap Shee & Evelyn的網站 用Heidi 15這個Code就會有八五折 從小時候用他們的手霜 到現在試買蠟燭和Body Care 產品的香味都很色列 我會放完產品的連結 在下面info box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間三點和四日日 是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喜歡這邊 喜歡這邊 謝謝